另外埃及政府在尼罗河上的一艘游轮上 发现了12例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 当地卫生部把矛头指向台湾第39例妇人 认为是她到埃及玩传染给其他人 台大医学院把案39的病毒检体 进行全基因组病毒的序列分析 有点像是病毒的亲子鉴定 发现案39体内病毒是来自欧洲 代表她不但不是感染源 反而可能是在埃及受到感染 回台之后才发病 埃及政府6号公布尼罗河上的一艘游轮 新增12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 而国内第39例患者 60多岁的台湾籍妇人被列为指标个案 遭到埃及卫生部指控是她在船上散播病毒 对此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严正驳斥 台大医学院也针对个案进行病毒的亲子鉴定 来洗白 这个病例不是来自台湾的感染 它应该是在埃及受到这个欧洲的病毒 无株的感染 科学来告诉我们说其实感染源到底是谁 绝对不是我们台湾的这位旅客 为了厘清真相台大医学院从案39身上采到病毒减体之后 结果发现案39身上的病毒跟台湾主要的四个来自武汉的病毒分支不同 反而跟欧洲的病毒分支相近 也就是说案39根本不是感染源 应该是在埃及受到感染回到台湾后才发病 不过令人好奇的是同样是指标个案 造成院内感染的案34北部50多岁富人 至今感染源难以釐清 虽然有专家建议可以采用基因定序 但指挥中心却回应这不是最迫切的事情 难道是不被重视吗 强调基因定序不在目前的防疫SOP当中 针对院内感染的调查 又其他单位在同步进行 并不是不做 只是还没结果 也有消息就会立刻公布 继续甘尔地曾俊伟 特朗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